中华县110年度Super教师奖颁奖典礼25日在园林市身材利息酒店举行 县长王惠美感谢老师们为孩子们打造私信洋财的舞台 为他们创造更多美好的未来 那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帮理事长带领的团队非常用心去发掘 我们县内在默默耕耘然后不断的燃烧自己 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视信洋财的优良老师 那这一次经过程程的选拔总共有八位老师获奖 那各个老师真的是不论是创意不论是耐心各爱心各方面 真的都有他们这个独到的部分 那当然在他们得奖的背后还是有非常多这个努力的付出 也要特别谢谢他们家人的一个支持 那我相信透过我们这样不断的发掘更多的优秀的老师 让他变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 让彰化的这个能够呢更加的一个进步 培育出更多的人产 那教育力及国力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优良教师的选拔 然后让我们整个教育界呢 能够往正面的方向一直前进 现在老师们呢在场域不断的开发 他的一些教学的一些能量 那开发教学的一些技能 那希望呢孩子呢在整个教育翻转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呢透过老师们呢完全无私的奉献 然后可以学到将来进到社会 能够适应社会技能的一些条件 那其实我很开心就是 因为我其实对自己一直都没有很有信心 那今天给我这个奖 其实也在告诉我说 我做的东西是对的 然后让我可以继续持续下去 在我喜欢的这个领域里面 然后持续做我的这些 大家也肯定我的事情 彰化县Super教师奖110年度获奖人员共有八位 每位获奖老师在教育的路上 默默燃烧自己的热情 主动研究创新教材及教法 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 引导学生适性发展 老师们无私的投入与付出 真是学生们最大的福气 公益频道的许维珍原邻采访报导